這個 你看都是 這個就從那邊直接一直往這邊灌 有沒有可看 原本的水泥地 現在全都布滿了土石和黃泥 再繼續往前走 還有瓦斯鋼瓶埋在土石堆裡 看得觸目驚心 我只聽到咔啦咔的聲音 就爬起來 4號凌晨12點多 花蓮受風山山破旁的居民 完全沒想到 聽到聲響起床查看 竟然看到房子幾乎全被土石給淹沒 高達一層樓 只看得到屋頂 大雨讓土石伴隨黃土 直接衝進四戶民宅 堆積的土石累積到窗戶的一半高 從旁邊山坡滑落的石粒 也在門前堆積到膝蓋的高度 民宅裡到處都是沙石和積水 附近居民說 在這裡住了四五十年 從來沒遇過這麼嚴重的土石流 就連民宅旁三米深的山溝 也被土石淹沒 當地公所人員一大早就先搶通道路 花蓮縣長徐真偉和立委傅昆奇 也和市府團隊趕到現場關心 承諾會儘速協助災民重建家園 還好這次土石流沒有造成傷亡 但要清除沙石不容易 需要重機具 恐怕還要好幾天才能清除完畢 現在居民只希望颱風盡快遠離 不要再下大雨再釀災情 華視新聞張宇君花蓮採訪報導 你好我是宋彥銘 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緊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